真心為您把關 SUM里程保證 我承諾 SUM里程保證 嗨大家好我是首席熱隊教練 那各位今天看到這一台 就知道這一台非常的不簡單 為什麼這台是2021年的Candy 它是福斯的Candy 我們這一台是汽油七人做的 好那這一台從外觀看就知道非常新 它整個車頭全部都大改款掉了 跟你以前看到的那種純上用的Candy 完完全全不一樣 各位可以看到 不管是它的下保感 還是說它前面的這個水箱護照 完完全全不一樣 那它這一台是有ACC自動跟車的 現在先帶各位看一下 它裡面保持的怎麼樣 首先可以看到它這一次 汽油版七人做是皮椅 那非常的新 那你看到這麼新 你應該也猜出來它底層數多少了 來先看一下它底層數 2000 底層數2000 非常少 2000公里而已 這個非常的誇張 然後都在原廠保養 然後這個是有原廠保養紀錄的 好不好 然後再來可以看到它整個內飾 跟你們之前所看到的Candy 完全不一樣 包括說這一邊 它這個是控制它頭燈的 這個完完全全變觸控 直接就觸控化了 好然後呢 看這一邊 它這裡是它的ACC自動跟車系統 然後旁邊這裡是它的那個 控制主機的 然後還有它的那個聲控的系統 好那教練呢 首先現在介紹它這個介面 那各位呢 你這樣子這樣看下來 你可以發現說它的冷氣開關 是不是不知道在哪裡 它冷氣呢 一樣做到這裡面 按左下角這一邊 按了之後呢 這邊就可以調整你要的冷暖 好然後 它這一台呢 因為是有後座出風口 它後座出風口分為兩種 一種是冷氣 好另外一種的話是鼓風機 鼓風機的話在這裡 這邊打開 好然後冷氣往上吹 好然後鏡頭幫我帶一下上面 它這一邊就是開始抽前面的冷氣 然後把那個冷氣輸送到後排 它二三排都是有出風口的 這樣的話 整台車冷的會比較快一點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這個有CarPlay 不管你是Android的還是Apple的 這台都可以使用 然後呢 再來是它的藍牙 然後再來是它的廣播襪 然後再來的話呢 可以看一下 它這裡是它的 它所有的安全系統 都在這邊 這的話是台牙 然後在下面的話 它循跡防滑 都是可以開關 然後車內照明這一些的話 就是自己去做調整 然後再來它 往下看的話 這邊是 算是它的那個 EDAS的這個 一個系統 好 按了之後上面會出現它 IQ Driver IQ Driver呢 你這樣按下去 它這個就是ACC的 那 行駛模式呢 你可以自己去調 那它就是依照你所調的東西 然後來去決定它 它加速的反應這樣 好 那旁邊這個是它的疲勞辨識系統 好 然後在這裡 前距離輔助 就是所謂的緊急剎車輔助 就在這裡 好 那它的 倒車協領是有的 那前後雷達是有的 好 再往下看 這邊呢 是置物空間 兩個Table C的充電孔 這裡有個12V 前面這裡還有一顆12V 它這個也是可以用的 好不好 然後在前面的話 就是都是置物空間 全部是置物空間 好 然後呢它排檔 變成這種電子線傳的 好 然後呢 再來這裡的話 是它的電子手渣車跟Auto Hold 好 然後上面的它這個LED燈 它這個是車式燈 那它這全車都是LED的 那是用觸控的 然後呢 上面還有兩個那個 那個置物空間 那它旁邊呢是滑門 只是說它沒有電動啦 那它現在呢是做這種隱藏式的 鏡頭可以看一下 是做這種 所以你只需要壓一下就好 所以你開門一整個變得很省力 就算說你今天 你沒有電動滑門這個東西 但是它開門一樣省力 所以沒有什麼關係 好 就掛出它後面的兩座的座椅 都是可以分別拆卸的 你今天你如果是需要全平坦的空間 OK 都沒有問題 而且它是有快拆的 好然後呢 這邊後座引擎出風口的話呢 還有兩個Type-C 那ISOV的話呢 一樣有 兩座 兩座ISOV 好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示範一下 那你如果今天你要上第三排 你要怎麼上去 首先先拉這一隻 它會倒下來 再拉這一隻 它就拉起來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這個開口是非常大的 那它快拆在哪裡呢 來 教練先坐進來 它快拆在這一邊 鏡頭可以帶一下 快拆在這裡 拉一下 然後你這個椅子就可以拆卸了 它這個是一個卡扣的設計 那很多人會問說這隻要幹嘛 這一隻呢 就是當你今天 只是要讓你的椅子 固定在這裡 那你這個的話是 是可以往這靠的 這樣的話就固定了 兩座椅子都可以 它後面也很貼心啦 後面的話有 有方便後座乘客快導的 各位可以看到 以箱型的MPV器人座來說的話 它這後箱空間給的是很大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這個 你放行李箱是沒有問題的 那你這個要導平的話呢 也是OK的 這邊拉一下之後往前丟就好 那這兩座椅子 通通都可以拔起來 它一樣有快拆在哪裡 在這邊 這邊拌一下之後它就起來了 好不好 很方便 好 好 然後呢現在來看 來帶各位看一下齁 因為說實在里程數2000公里而已 所以它也沒有什麼使用痕跡 顧得非常漂亮 好那副駕駛座 可以看一下 沒有什麼使用痕跡 非常的新 好然後呢來看一下引擎室 那各位呢 現在來看一下引擎室 里程數2000而已 那你可以看一下都是有滿件 通通沒有動過 好不好你買這個 這就跟買新車一樣 雖然說你現在新車要汽油版的 也沒有了 好不好 那你要汽油版 你騎人座 據教練所知啊 目前圈網唯一一台 好不好 里程數2000而已 你沒有什麼好挑剔的 就跟新車一樣 現在沒記錯的話 新車125萬 那現在首幅這邊賣多少呢 119萬8 好不好 這麼新的車 然後里程數又這麼少 說真的我們 收進來也是相當的貴啊 那有喜歡的朋友呢 動作要趕快了 好不好 僅此一台 賣了就沒了 好不好 好那接下來呢 教練來幫各位總結一下 2021年的福斯Candy 那這台呢 是汽油版的 七人座 那里程數2000 有自動跟車 有防風裝預警 那還有carplay跟藍牙 那一些等等的東西 那現在首幅這邊就是賣119萬8 那有喜歡的朋友 麻煩幫我這支影片按讚訂閱加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是瑞教練 下次見 拜拜